我们来看一下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跨工作表 另外有个地方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向下追踪 这个地方刚刚是1000 可是如果将来你的名单范围不固定的话 那当然你就有必要把它写成什么 向下追踪 那向下追踪我前面好像有讲过 就是哪一个范围向下追踪 那写的方法的话 当然这个逻辑有点像这样 我把游标先把这个筛选先取消 有点像我把游标放A2 Ctrl向下 OK Ctrl向上 它会自动把这个范围去做移动到最下面的这个列的位置 也就是以后如果这个范围变动的话 那它会跟着变动 那各位可以看到了 其实查询名单 原来这个这个是某个学员问的问题啦 它其实原来的资料不止1000个啦 其实它5000多个 我只是因为怕说跑太久 所以我把它中间插入一个空白列 OK 当然将来如果你希望让它往下跑继续找的话 那其实可以把它删除掉 OK 那追踪 所以刚刚我们最重要是追 追踪的话呢 特别注意你这边1000的部分 向下追踪 我们前面有讲过 向下追踪 游标什么 放在A2 所以向下追踪的话就打一个range 游标放在A2 用哪一个储存格 向下追踪的话点e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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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有点像按Ctrl键 刮弧 哪个方向 那我建议你打个刮弧用选的比较不会错 那向下追踪的话是axle down 后刮弧 也就是它Ctrl向下 那我们希望得到的是它的那个列的数字的话 那就打一个点弱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一只手拿一个资料 其实就是属性 意思就是说把那个列的那个资料 帮我把它抓回来 意思有点像 我把游标放在这个地方Ctrl向下 它现在的RAW指的是1000 有没有 现在是1000 把1000这个资料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道理是一样 所以这边得到的就1000 那当然如果你向下追踪的位置不对的话 不一样 那当然它会做变更 那只是一样的道理 跨工作表 筛选 那一样我把那个 一般我是建议你打完成事之后 还是养成好习惯 自己再把那个这个注解把它打上去 否则将来你再做动作 自己回头看成事可能会看不懂 最后再就复制 把那个结果把它复制过去 我简单做一个注解 那如何做筛选 那前面如果假设我们用那个这个滑鼠点的话 按下它嘛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是点1的部分 按确定 那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不要用那个滑鼠键盘来点 而是自己写个程式的话 也不复杂了 第一步的话一样 游标放哪里 基本上的话游标放在 跟着一下 第一步的话先跟它讲说 你要筛选的范围 从哪里到哪里 那理论上我们是从A1一直到B的1000 所以你就给它范围 Range 意思就是说你要查询的范围在哪里 A1 冒号到B栏的1000 OK 然后筛选的话 刚刚我们是按筛选 可是VBA里面它有对应的方法 叫Auto Filter 所以你打一个AU 底下就会出现有个方法 叫做Auto Filter Filter的话就过滤了 意思就是筛选的意思 所以筛选英文的名称 应该就是Auto Filter 那你选取它之后的话 其实你按空白键 你可以看到 它Auto Filter的几个参数 它会显示出 其实我们只要给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第一个参数是Field Field是哪一栏的意思 意思说第几栏 那因为呢 我们给它的范围A跟B只有两栏 A栏跟B栏 所以我们要针对的是哪一栏做筛选呢? 那当然就针对B栏 OK,所以输入2 刚才讲说 我是针对第二栏 第二栏的资料 逗点 逗点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本来初体是在Field 现在逗点之后 初体是变成在这个叫 Criteria E 这个是E 不是L Criteria是条件 E的话是第一个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呢? 那我要帮你找什么资料 帮我找1 数字1 所以你就输入1就可以了 好,这样就完成筛选的动作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呢 把这个完成之后 它就会输出公式之后 顺便把结果帮我筛选 也就是只有留下1的部分 OK 但是呢 同样会遇到同一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将来我们按钮 不是在这一个工作表 而是在这个工作表 所以记得呢 请你在Range前面 再加上Shit查询名单 OK 好 那我假如说呢 已经好 这边设中断点 好 我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这边按下这个按钮 它就帮我把公式丢过去 并且把1的部分 做筛选 这个这个 这个把它按F5 F8好了 它跳到这边来 那各位可以 把它切过来给各位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个时候呢 就只留下1的部分哦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做的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再把什么呢 把目前是1的这个资料 我们要的是哪个范围呢 是这个范围的资料哦 帮我把他什么 call到这边查询结果里面的哪里呢 A1的储存格 那这个该如何撰写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因为蛮多同学常在问说 如何把某范围的资料 复制到另外一个范围 那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有一个方法叫copy 不过copy的时候哦 前面一定要跟他讲哪个范围 所以范围帮我把什么 我们的range 所以一样哦 range 哪个范围呢 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从A1 而是从A2 A2 A2 冒号 到最下面的这个 应该是A1000吧 特别主要不是B 因为B的部分我们不要 所以主要是A 我要查到的资料 A1000 OK 这个范围的资料呢 帮我copy到查询结果的A1的位置 所以点 特别注意哦 后面的话呢 记得点copy就可以了 好 那你会发现 copy 按个空白键 后面会加上 它会出现叫destination 就是 你要call到哪里去啊 意思说 我要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call到查询结果这边来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这个一样哦 前面请你先复制来源 一样要加上什么 那个 哪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那因为呢 这个R 跑了 OK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目前 筛选到的东西call过去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你复制的过程当中 只要隐藏的都不会被复制 到哪里呢 到A1儲存格 那你想说呢 我将来按钮在这里嘛 那所以哦 我需要再加那个吗 工作表名称吗 其实不需要 因为我们将来就在这里 所以 再来你只是跟他讲说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A1 那我偷懒一下 copy到A1 这边把它改成1 后刮符就可以了 好 那特别注意哦 后面这个地方哦 因为呢 我将来的按钮 是在这里 同一个工作表 所以哦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前面呢 不需要加上 哪一个工作表名称 哦 当然如果你要加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啦 只是说 程式会变得太冗长了 哦 所以哦 主要哦 将来你们要知道说 哪个地方需要加那个 公文名称 需要加 或不加哦 还是要取决于你将来 你的按钮到底放哪里 那因为我们按钮将来是放在 这一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Distination这边的话 就不需要加哦 那这个来源一定要加 因为是从另外的工作表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哦 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OK 那我们来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 这样子就是先把 我先射中断点好了 先把这个 这边的 公式先输出到查询名单里面 OK 然后再做查询 那查询非常快哦 再把资料call过来 copy其实也非常快 call到哪里呢 目前工作表的A1 OK 那全部过来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很快的把这个给做完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清除 我们再把它run一下 清除的话就是这边执行一下 就清掉 另外我刚刚有讲到哦 如果你点Click content 觉得太麻烦的话 我印象中应该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不确定啦 不过 如果之前 那个用range 同样的方法可以的话 那理论上 因为它有很多地方是 规则是一样的啦 如果那边可以 这边理论上应该可以 我试试看 我也不确定哦 诶 这样也OK 所以其实哦 你如果不用点Click content 你等于空置串 其实也OK 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打了这两行程式哦 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担心你会打错的话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这边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谢谢大家哦 感谢观看